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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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狐狸真的叫一个好打 他穿不过那个墙你知道吗 比赛的这个版杀黄学了吗 我看范围今天前面的比赛 看范围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还没 就反正我觉得就是你范围学不学就还好 重点是在于他这个大招对于狐狸团成的限制性 但你冰墙狐狸是可以穿的 你沙皇的大招到现在只有那种就是不受控制的位移技能 石头人的大招 人消失对不受控制或者是人完全消失在地图上的位移 例如说EZ的E 对就这种技能是可以穿过沙皇的大招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技能的话 沙皇是可以把万物拒之于门外 那么这一场的变角的进行 看起来WE的变角是跟上一场完全罩着走 完全一样 而另外一边的话Kin就离在后手搬掉了锤石 然后搬掉了一首卡扎钉 那上一把是没有搬锤石这一手还是搬掉了 上一把他是搬掉了卡扎钉 Kin上一场有搬掉WE的放点 那这里看第三个第三手会不会做一样的 哇WE完全照本宣科 上一场三个变角照搬 但是这一把的话我们看到Kin在后手 那皇子挖掘机和暴女都是打野英雄 他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感觉 就可能是一个打野英雄的搬角 三个位置 搬掉了一个WE的选择还是蛮广泛的 但是可能你不想放给对方最善用的那一个 我觉得可能还会搬暴女吧 因为Splitter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暴女表现得非常不错 相对来说我觉得马拉翔哥等暴女的表现 还是搬掉了暴女 那WE现在先手的选择呢 就有很多啊 挖掘机 固然是砍过伤害的挖掘机 但是 依旧是一个相当灵活 而且拥有 至少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挖掘机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已经连续连场 两场MVP是给到的 挖掘机这个英雄 印象拿了一个五杀对吧 然后刚才这一场是有非常多精彩的开战 想什么黄子兰博 黄子兰博是一个不错的tombo 不过最近这样做的队伍比较少 最近这样做选择的队伍我觉得相对少很多 是的 可能是战术的一个进化吧 开战的前两周来说的话 这样的一个选择还是挺多的 但是第三周以后我觉得显著的减少 近战队依旧是选择狐狸的中单 以及AD飞机 这边是给WE留了一手选择 他现在上路的选择 最近AE比较善用的赛恩啊 达树啊 包括现在还没有被扳掉的刀妹 WE这边的选项来说 在垂时已经被ban的状况下 现在辅助的选择还有风女或者是女塔 而且WE有可能又要让雨哲来 负责call开战的话 还有安妮 如果要打开战 其实安妮的这个选择感觉要比 女塔更加强势直接一点 非常直接 这里还是上单赛恩啊 刚才你说过了 他最近非常善用这个英雄 上单赛恩在打线上面的表现是蛮优秀 蛮优秀的一个英雄 那打他那时候比较不好处理啦 就包括大招的命中 经常都是相当困难 看一下kin这里的选择 对方已经亮出了安妮 安妮这一手的话 辅助位的可能性可能是最大的 那如果打辅助的话 对方有可能会选择换线 不知道对方怎么去选 那kin这里的辅助位的选择 看一下风女 那起到一个保护性吗 如果是选风女的话 其实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三转过来 然后别人是进不来的 想跟的时候风女一个反手吹 对 kin在打野的部分是要补上一些开战的能力 否则你只能依赖中单狐狸就飞上去硬轻 对吧这是有点辛苦 所以补上一个开战能力 kin战队大概在所有战队里面我觉得是不补开战就不能打 因为这边最后一手是拿出了大虫子 那么现在的位置对于WE来说就显得扑朔迷离 从打野位行来说我觉得挖掘机问题是不大的 挖掘机问题是不大的 现在重点是在于中单的选择 上路应该是AE的 应该是AE的赛人 因为他们对基本上都是AE上单赛人 那这里介于配了一个滑板鞋 那么中路 中路我个人认为大虫子如果去对阵狐狸的话可能是 在手短方面各种比较吃亏大虫的辅助吗 大虫辅助感觉也不大现实 我告诉你大虫的辅助 这边有点意思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换线吧 这个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很特殊的一个阵型 也估计是WE已经在出一些绝招 中路的赛人 没有没有中路的大虫 也是打到中路这个位置的话打起来大虫就会有一点像法师的感觉 其实和我们最一开始的 最一开始的预测差不多 就是安妮的辅助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上路的话AE的赛人是最大的 那我们用排除法可以排除出来是中路可能是大虫子 但中路大虫子 我发现 Ninja最近用的中单 它都是具备一些防御属性 没错 就是这些中单的有一个构同的特点是团战不容易阵亡 然后防御能力尤其比方说塔下防守能力是极强 好来看到上单的部分AE跟Sky的对决是一个赛人 对打盗妹 对 那打野的话Sprite拿出了挖掘机对阵麻辣香锅的狮子狗 这也是麻辣香锅的成命英雄 再来中单的部分非常特殊的一个大虫 Ninja的大虫中单 对上的是绝神跟上一场一样的使用狐狸 是的感觉这场比赛双方的选择还要在换线与不换线之中来争夺 我们看到双方圈友都已经准备就是马上进入两支队伍的第二场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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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两边中路直接开始跳舞了 而在双方的入侵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W这里下落安妮和滑板鞋已经是开始往里面走了 因为已经发现对方在自己的蓝buff野区 一样抓一下看你要不要换线然后抓一下位置 做了一个几乎是镜上的眼 那这边我们都知道最近的版本里面大虫子的上单我还玩的蛮多的 就是大虫子上单的话 你带对着一些近战AD型英雄的时候 你可以带一些攻速 然后在对A的情况之下 以及在对拼起来团战里面的作用都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大虫子这个英雄有着可观的AP加成 以及每个技能在团战里面能够打出的AP伤害 都是非常的高 而且都是范围型的 除了大招之外来讲的话 他每一个伤害都可以造成巨量团队伤害 是的 而大招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对于AP型英雄的成长型技能 他无论在团战里面作为一个斩杀的伤害 还是在累积吃这个体型方面的一个优势都是比较不错的 但中路你毕竟是一个近战 中路近战型的英雄 其实最近我们想一下 也就一个杰 然后一个雅索 这种的中路AD刺客英雄还比较常见 而中路这里是一个大虫子来中单对阵狐狸 这个还比较有趣的 在简兵上面来讲 当然有可能是会被狐狸击 诶等等 又是这个套路 又是这个套路 我刚才一开始画面转过来的时候 我还没看清他哪个角色 然后倒下以后啊 凯恩 那这个对方也知道了 那么知道了 就肯定是用了这个套路 这里直接到二 然后回家复活以后 再传送上线 除了这个危机也省下了一个闪现挺赚的 对而且这一波是浪费了对方两个英雄大量的时间啊 其实这一波如果被近距离异到了 那么狮子狗的五星一捆到 配合一个刀妹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就比较难比较难过了 感觉交闪都要死 而且大虫子刚才最主要是两个技能都放过来 就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超级步兵 感觉超级兵跟威力还比较强啊 对 就比较弱 上路部分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W的游走呢 就两个人对上路线的地方 其实安妮可以游走起来 刚才上路线推翻也是放空的 是的 安妮可能先吸一点经验 然后再游走起来 在另外一边的话 乐意这里陪着刀妹来吃一下惊艳 那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换线以后的套路 对 下路3N 吃掉以后上线 这边等级非常的不错 而另外一边 他已经绕过来了 先给力发Q打出了伤害 开架3N这里 这个W是你的 这个E技能就没有打到 没机飞 没机飞到 然后飞机给飞掉了 不过 现在的飞机的飞行 耗魔极重 这边也算是耗掉了他一边 对 你刚才看到他近乎满蓝的状况下 一飞剩半条蓝 这耗魔实在太凶了 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耗魔的情况下 也算是赚了一点点 嗯 你换个小的技巧 如果你来两次的话 他就没得玩了 他就干了 刀妹他就要收心 收的极为华丽 不过一样被耗了相当多的血 这边的话就是有风 你作为一个保护 其实日子过得还可以 至少不会被塔杀 相对于3N来说 还是差了不少 因为毕竟3N这里 1V1的情况之下 自己的等级没有劣势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抗压路上面 如果等级有劣势的 可能会被ADC欺负 但如果你等级没有劣势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线上还是比较好打的 另外一边 狮子狗已经是绕到了下路 这里在蹲 他可能认为狮子狗 那个YG来过一次 可能还会来第二次 再来第二次 但YG不来的话 这个3N基本不会出塔 我觉得这边要得手 稍微困难一点 比较难啊 其实因为3N这里 本来他有一个护盾 对 有护盾有机飞减速 什么都有 塔杀他不实际 然后你要期待他走出来 也稍微有那么点不实际 对因为飞机不可能突然一下开始无脑控线了 完全控线啊 就是飞机如果完全不打兵 看起来很怪 演技有点问题 是的 那么果然 诗狗是放弃了 然后挖队机事实上是非常努力的在刷野 看一下大虫的加点吗 应该还是一个主W的加点 对 主W的加点 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用这个英雄打野的话 我会 嗯 点两极一眼 感觉打得挺快 对 应该 当然 应该有加成 就肯定是 对 反正有带攻速嘛 有的时候打野会比较喜欢带攻速 但这里的话 他主W其实他的亲密能力非常强 大虫子现在就要快点到六级 到六级以后 那可是一个质变 对于大虫子来说 而且他的被动也是很好地给他提供了在线上赖线的这样一个能力 他赖线能力从大虫子之英雄出到现在来讲就没有被削弱过什么 所以他的赖线能力一直都没有太大改变 依旧非常好 是的 红女小虫里面一躲 这线是放空打出去的 但是马上遭到sty方的控线 然后变得倒昧有一点吃不到 是的 这边在本来是一个靠近塔的位置 对方还是一个有控制技能的辅助安妮 这个时候就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YG盾地以后是已经感觉到了狐狸的存在 哎呀这一Q哇 却神的走位依旧是很漂亮 就从一个角落绕过去以后躲过了这个看起来非常难躲的Q 是的 而中路的话 脚神这里一个狐狸在现场也并没有起到一个压制的效果 大虫队里的发育还是非常不错 反而对方走上来硬耗你血的话 你这里还比较难过一点 而且我们看一下宁夏这里是 并没有直接用大招来开始叠被动 现在有留着打团吗 这个感觉比较奇怪 我觉得尤其第一个大一般来说 除非是预测到了接下来马上要发生团战像现在这样 那看来他是预测到的 哇这一波的话 除非是不会被你秒掉的呀 不过血量上面确实被打得相当低 第一个亲没亲到 所以 逼到闪现漂亮 这个Q技能打得还比较极限的一个距离 那因为在那个点被碰到的话 就是来回两下 确实是有死掉的可能性 是 但是这个 其实刚才这种局面啊 弱树 这里直接是抓了一个蜂女 蜂女就有点危险 大虫队里一口咬掉 零距离的一个大招 但是不是被他咬死的 保证不会密死 所以他没有被动 没跌到是比较少 对 所以他没有被动 不是被他咬死 咬完了以后一发普攻带走的 看起来像是 这里这个恢复能力真的像狐狸这种 其实他没有大招的话 他是一个消耗能力比较强的 慢慢像跟你消耗的一种 其实现在狐狸在明火拔掉 然后增伤 亲嘴的这个增伤也拔掉的状况下 观众还在考虑自拍的问题 不知道被拍了 其实不需要自拍 我们帮你拍 我们现在现场观众呢 是正在事情 大家不要急 对大家不要急 会慢慢的OK的状况下 就会向大家开放 本来也就会 我也不太懂什么叫事情 这个不太懂 就好像有了窗管是营业 他不给我发票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先看看欧不OK 这主要应该还是让这个政府这边看一下啊 欧不OK 安不安全 上来 大波兵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五级倒霉 但是这里已经包过来三个人 要硬来了 SYT有点危险 跳大 再见 另外一个夜马上又有一个五星夜了 这个没办法了 雨哲也倒地了 上路虽然拆掉了塔 但是绞出了两条命啊 这个就比较亏了呀 King这里是拿到了两个人头 我们看一下人头 刀妹拿一个 是哪一个 视野上面的一个空缺哦 因为在上路打了都没有回过家 都没有回过家的状况下 没有不过眼睛 所以这三角草丛的部分是 完全是一个空门 稍微有点贪了 你这一波 钻了个空 本来应该是完美计划 拆完塔 刚好回家 一波购物 结果就被对方 抓了这么一个时间 对但是你看这里 比赛恩打的话就比较舒服了 他56个补刀 然后仅仅比飞机落后十几个 这里中路感觉要来一个Q技能 这边W配合Q技能的 沉默击飞效果打得很漂亮 一家靠着双脚就这么躲过了爱心 这个说实话 我刚才觉得他那个W配合Q 打的真的很漂亮 因为狐狸已经开大准备上了嘛 他一个W沉默之后 配合Q技能打出了二段的控制 让狐狸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对他早上上 没有办法用R甩开对吧 对 感觉这个角色练得有点心得的啊 你家现在都感觉走向非主流路线 是的 这里闪现给云人 晕到了以后急飞 然后吹了以后咬一口 结果头是落在雨泽身上 又没咬死 但是他刚才应该是已经用大招补过一个冰了 所以说有一层buff一层 前面中间没人帮他的时候先咬一口可以 对 大招冷却不长 那这里在击杀掉对方中路的狐狸之后 我们看到W这里已经开始可以主动选择开龙 而且AD也已经在下路这个位置在上路刚才被对方抓掉一波以后来到下路位置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对 如果打龙来讲速度相当的快 而上路的话AE这里已经提前的往下走了 如果这个就是他赛恩才可以这样玩 如果你这里打起来我开大过来就好了 没错 人家开车的和我们这种平时走路的英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这个小龙实际上差了一万个毛 完全是变成了刺猬 因为兵线推力比较前对吧 我这里不打我再绕回去就好了 所以说这一波也不亏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W这把在开局上面做的很漂亮 并且中路大虫子的发育是非常优秀 这把也不太像刚才冰鸟就感觉会受到很多威胁 比方说被拖篮被硬上 这种种的威胁也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因为我本身中路拿的是一个大虫子 我拿一个大虫子 第一我可以通过大招来增加血量的 那我在本身的抗击打能力上面 以及在伤害上面都不会比传统的中单差太多 下落的部分刚才虽然被抓掉了一波双杀 但是古刀上面没有什么落后 而且已经有飓风的状况下来讲 这个线想要把他压进去威胁到滑板鞋的塔 我看是蛮难的 是的 但如果你真的拼起来的话 那伤害嘴就是另说了 哎 因为这场来说可能飞机刚才对线是 对的是赛恩 他第一箭也没有去强球就出药光 所以他第一箭是可以 这样比赛现在如果继续往后耗的话 你看尼加现在的刷兵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 刷一波兵 然后再什么吃个F4什么的 对于大虫子来说也不是难事 对 对 来继续过来帮忙布一下视野 对 现在比赛进行到12分钟左右 刀妹跟这个赛恩打的难分难舍啊 嗯 是的 但其实刀妹跟赛恩打的话 你也很难把他杀掉 对 但打到兵都不要 寧愿掉兵也要跟你互殴 嗯 但是从发育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赛恩那个发育明显更好 是的 所以赛恩才一点都不怕 对又是一个 这里 清兵的效率非常高 但是这里开大过来 一个异技能成功捆住 非常危险 再回来 哎呀好不容易吃的两层 嘿 这一波跳上来的话 是狮子狗的一个gank成功 然后搭配上卷神瞬间到位 对 两下一夹击 把大虫的被动给打掉了 毕竟是一个中单的大虫子嘛 所以说他 我们说他肉 那也是16级以后的事儿啊对吧 如果他是上单的话 他现在应该是煮肉装的 他没有那么容易死 至少有个时光嘛 他这里是把自己当法师打 所以说出了是一门鬼书 Ninja的倾向真的是 相当相当的倾向于法系使人 对 选杰斯来讲的话 Ninja的杰斯以前也是有名的 上一个赛 对 然后那他也是比较多的 远距离poke的一个打法 下路这边的黄语塔 由于刚才那波回家 也是被pin耗的比较多 比较多的数拿掉了啊 应来了 我算是应来就是耗着就是耗血也无所谓 反正我拆完我要回了 嗯 耗血也无所谓 是的 感觉还是要稍微等一下 马拉香锅的大招冷却好 然后kin才会做比较多的进攻动作 对 现在他 既然选择了一个狮子狗 他们这个阵容 你可以看一下 能开团的也就是狮子狗和狐狸了 他们两个人的主动 干客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终的大冲这里 反正不管不过 我就一直刷就行了 啊 又是吃到两层 无数鞋的安妮 嗯 出来不屑 这个没有扫出来 哦扫出来 哎哎哎哎没人看 扫回来了 这一波 潜伏是被发现了 没有能够得水 是的 这里过墙 虽然大冲啊 被杀了一个啊 上路这个想要硬上满 因为事实上 阿鲁卡的赛没有什么蓝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硬追的话 你杀掉他的概率 比如说是20%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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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丢掉这波兵的概率是100% 哈哈 做了一波简单的推敲之后 啊 这里SKY 果断选择回神补兵 因为已经把对方押回家了 反正那个赛兵没蓝 当然也是要回的 SYZ 刚才 五星这边是想要强上SKYZ 一波被SKYZ且战且走给甩开了 是的 没有取得优势 没有取得优势 毕竟时尚时尚最时尚的 毕竟花半斤 现在 其实整个的局面上来说啊 从阵容的选择上来说 呃 这场比赛在选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认为 会打的比较节奏慢一点 打的比赛 节奏一般比较偏慢 嗯 前两场 就上一场跟这一场的阵容 都选择比较节奏慢的一个阵线 比较偏慢 我是觉得滑板鞋跟安妮这样的一个组合 事实上打现杀一波的威力很强的一个 感觉就没有什么进攻 球稳就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球稳就好 嗯 对吧 这两个肯定你安妮听上去以后 两个人配合被动的伤害 然后 配合滑板鞋的高上高爆发 我觉得 效果应该很好 但是现在的话 其实是kin主动球战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是kin主动球战的威力更大一点 无论是狮子狗还是狐狸 这两个人的大招都是在小规模的干客 以及小规模团战里面有很高伤害的一个技能 主要找不到狮子狗也是有点心慌 因为刚才已经被先做两个大招 打了不少东西 看下这一波 这一波回家以后 大程度是做了一个850的腹肌抖头 是要出心愿的节奏 现在心愿已经逐渐流行起来了 在其他道具又削了一轮之后 这又回来了 这个现象是很明显 对 当其他道具都已经被削了整整一轮 你就会看到某些 我们已经好像消失在赛场上一阵子的东西 会慢慢回来 是的 这里大虫子是一个十几 而狐狸十一级的斗 不过大虫子的伤害已经很可观了 这边一个W直接受到了一波并 那看一下小龙现在还有十几秒刷新 终于是到达了 刚好没扫到盐 就差那么一点 这里终于到达了双方的一个交战时间点 看一下赛恩这一波选择了回家 这一蹲呢是蹲不到东西的 因为King就那个刁钻的盐位 抓到了你的位置 小龙重撑 赛恩把回程给取消了来 逼破塔 然后看能不能耗掉一个传送 耗掉一个传送等于小龙 必定得手 狮子狗开起大招走过来 往前跳了一下 被万九七一拉开距离 安妮给晕晕了两人 安妮的反手大很漂亮 并且大虫子这里接了一个反手的Q技能 成功是Q起了狐狸 不过随后乐意的一个风 也是缓解了自己这边的压力 不过现在狐狸直接被对方的四人 直接击杀了 这个 哇 滑板鞋跟上来 哎呀 伤害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可以点两下塔 刚才那个地方是感觉 Spirit环翼颜色队上一场的马拉将冬 我现在也是闪现硬开战了 不过刚才真的是Ninja的处理比较漂亮 他的团战里面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连续的两个Q吧 Q和W 都打出了城墩的控制 这边又是Q起来 又是一个普攻 但是对方有闪现 也算B掉闪现还不错 这么一来对方应该就算了要看龙的念头 刀妹这里也并没有使用的传送啊 这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给龙送中 那W这里的话 也是拿到了第二条小龙buff 他们现在在整个的战场上面 是掌握着战场的主动 虽然说你看到在经济上面 两个人持平 但是两条小龙你不可以忽视 而且W的团战 打团战的时候 那个A1伤害极为巨大 因为网板觉得特性的关系 现在出了一个飓风以后 他对每个人是同时造成伤害 然后大虫只要技能放的准 像Ninja刚才操作的很好 结果你也是 所有人都一起中伤 还蛮可怕 打一个A1的阵型 是的 主要他们这边不光是AOE 还是一个控制 AOE控制 W的沉默 其实比较克制狐狸 沉默的时间 在现在的环境下来的 算是一个控制时间偏很长的技能 对 他这个真的是蛮克制狐狸的 刚才可以看到狐狸一段大过来 大虫子只要对你放到W 这个狐狸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步了 他技能也放不出来 杀害打不出来 这个时候只能跑 你跑嘛 没有大招作以一个辅助的话 你也是没有位移啊 你只能靠腿 拖着九条尾巴跑 你想想看多累 白岸这场过得惬意啊 现在装备也是相当不错 对 出了一个水晶鞋 对方的登领控 还有个冰心 冰心就是针对刀妹来的 哎呦弹到了 这个距离真的是很远 哎呦 打撞球来了 上路的 哎 刚才那波团打了最后 只是损失掉一个人头 但是拿下了小龙 打的 是相当不错的领受 下就去收兵 最主要是现在看一下 金甲五层了已经 五层还是六层 看不到字啊 看起来像六 看起来像六 因为整个的形态 已经变得很大了 好狮子狗再次开打过来 想过来杀Ninja Ninja这里反现有没有技能 一发W吹出了沉没之后 肉还是蛮肉的 但是这里下来的三是怎么回事 就有一点 为了救队友的一个一气 开大逃生 开大逃生 这一波大虫子又是比较的气啊 又吃了半天 好不容易到达一个最大 又是被对方击杀了 马上为了开散攻 判断还是果断啊 虽然你是大虫 而且你吃了六层血多 但是你防应该不够 硬生生的 马上从队友的 队伍尾巴里面给留了下 反正是一个AP 对啊 中单大虫子和辅助石头人 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到他 不要认为他很肉 他们只是在打上单的时候很肉 这波是抓掉了中单 打掉了他三层被动 还可以 没接受 没有什么后续的 这是比较难受的 因为你上路的兵线一直都被压得很深 所以也没有办法反省 拿下对方的塔 哦哦 哇尤其这里 隔墙的一发Q技能 抢到了红 这一下真的是 好赚啊 轻轻松松 对是因为是有视野的嘛 对他这边的伤害把握的是非常的到位 就是在等待大虫子 再回来啊 要当场咬一口小兵 对 赶紧赶紧再把被动给叠回来 他刚才果然是六层啊 现在是四层 不过他现在的大招CD是很短的 再叠回来是非常的快 因为他是出了一个鬼叔嘛 鬼叔这个减CD 对于大虫子来说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因为他大招CD本来就不长 对 已经快好了 好快 然后随便什么野区找个小怪吃一口啊 什么的就差不多了 赶紧要回家 是要来买什么 看起来是水银鞋 嗯 面对对方这样一个狮子狗加狐狸的阵容 水银鞋还是感觉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因为他上线才没两秒 对吧 上线收了一波兵 赶紧回家先把水银鞋给做好 是的 不要再发生刚刚那样的悲剧 嗯 减少控制时间 对于自己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在也不够也不够肉啊 被对方逮下来 已经是逮了两三番两次的麻辣香锅硬上他 嗯 两个人的连结 我再上来就又咬一口 这应该是已经到五层了 就很快可以再跌回六层 这个大虫子现在在团战里面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不能太多人站在一起 如果给大虫子的控制技能 不管是Q还是W只要控制住过多的人 那这个团战基本上就没法打了 就没法打 他那个沉默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哎呀塔下有一点让出来了 开了塔就就让了 因为他们现在考虑好像先把这里视野做一下 但是这种小小的地形也不太敢 哎呀风女这个走位 这个闪现 而且闪现完以后还被打了半血 他就在闪现的过程当中 应该就是已经被打了半血了 Spirit这一下过来却差那么一点 真的被Spirit顶到的话风女有点危险 好大啊 这个有一个好处 W这场打炭草 打那种前进的战斗的时候 都可以由大虫来担任炭草的功能 那么有Q技能 效果非常好 各种各样的绕 下路防御塔也被这样轻松的推掉了 W现在老老的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在防御塔上面 以及在小文上面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领先 一个发育起来 中路大虫有Poke的效果 不知为什么 当对方没有更好的Poke技能的时候 没有泽拉斯 没有杰斯 没有比方说暴女这种角色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虫的QPoke好烦 因为你一中就要死了 对 中了以后的鸡飞效果 在控制链 控制效果里面 鸡飞是非常强的 鸡飞又带减速 然后他再上上来扶个沉默 你连闪现都不能交 崩溃 如果是近距离被他Q到的话 几乎是跑掉 所以他那种是 呃 还是我开大了 但这个时候刚刚跑掉 哇 转大 比较转大 追上安妮追上小安妮 又回来了 安妮反身一个大招 直接丁住马拉山过 但是这里被叫了一个 深寒承接之后 顶飞但是 发现这个伤害是不太够啊 因为刀妹卡住了大虫过来的位置 但是大虫现在逮到了 呃从后面跟上的绝神 这个也没有意到 但是琳珈在后面穷追不舍 你咬要再補一个Q了吗 这边Q的CD应该快好了 这边Q的CD应该快好了 运力好像不到的样子 对 先把视野排到 但是这个是小鹿一个活了 德强在補一个Q 狐狸又被Q到 还好还好 狐狸这里的话还有大招 问题不大 但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刀妹这里一边跑 直接被晕住了怎么办 又是被大虫子一发Q 直接接了起来 但是反正一个技能定住 SPIT配合马拉山过 以及无心 感觉这里是B掉了一个SPIT的闪现 风女上来是硬挡了一波 但是被大虫一口咬掉 大虫子还是正毛了 还是正毛了 飞机要倒了 飞机倒下来以后 接着是狐狸受到下一波的追击 不过这个时候 狮子狗也来了 要来看绝地能不能 绝地可以 领飞了刀妹之后 让滑板鞋把刀妹给收掉 接着是一个面对面的单打 残局 不是 你残局看到滑板鞋的英雄 你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的伤害 以及对方的风中能力 是让你完全没有办法 对他造成一个击杀的 不过这一波团战还是打的比较的惨烈 我们看到是W这里做了一波三换四 死光了双方 但是 这样一来W可以拿到小龙 风女是刚活的嘛 这边三换四 但刚才那波团战打的稍微有点混乱 在混乱的团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大虫子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但是最后是被对方 交了一个点燃配合刀妹过来 是直接击杀 等一下 风女已经是打算舍身救队 他跳出来应该是 准备要吹大 然后被大虫一口咬定 是的 这没有办法 因为大虫子在你这种英雄上面是很克制的 那你这样想的话 我倒觉得大虫子还蛮克制勒弗兰的 那倒也是 上来的瞬间如果被吹沉默的话 对 谢谢再联络 所有这种沉默型的英雄 我觉得勒弗兰都是蛮怕的 沉默恐惧这样的英雄 勒弗兰真的是看到他们就要看到霸兰 然后结果团战打完之后呢 W也是占得了一点优势 并且现在已经三条小的wf了 现在WE 虽然说在经济场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但是在整个的局面上面已经是 比较有优势的 三龙的领先是足足有18分钟的领先 非常厉害 三条小龙 而且在各个的关键位置上面的装备也是出的不错 中的大虫子 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阵容不太缺伤害了 其实大虫子在里面所提供的一个前排 以及几个技能的控制效果 是完完全全弥补了 他伤害可能不如传统AP那么高的 这样一个唯一的小学 可能像刚才那样团战打很久的状况下 你会被他反复输出也是很可观 对 反复输出反复控制 在越 就是越多人的团战里面 大虫子的技能相对就越容易命中 效果越好 对 而且你可能命中的不是一个人 一旦你大虫子这种技能命中两个人 两个以上的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Q技能 就是个石头人的大招 那是 对吧 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石头人的大招 在他出AP的情况之下 比上那时候人大招伤害说不定还要高一点 那是 而且距离也差不多 但是就没那么快 对 稍微慢一点 一秒反应实现 又被击飞了 是的 这样的一个致命性的Poker 如果不是有塔的保护 刚才被击飞那一下的话 应该会相当的慌 在经济上面是拉不开差距 不过戴安队里也不激 戴安队上路的逼迫 戴安队上路的逼迫 KIM必须要赶紧做出反应 已经非常靠近塔拉 苦力这时候要赶到的话 由于中间草丛视野都是黑的的关系 要非常小心W从侧边切出 他们不会从野区过去的 不会从野区过去的 对对对对 不能守的 这个时候石头开了一个大招 是想开团的 那队友离得太远了 这波又要放掉了 相关过去 是发现了一个岩 但是我们看到3已经开大了 这边感觉升波差一点点 不过已经给到了减速效果 配合着复仇之毛 这边马上了 已经跟你们跑不掉了 大虫子这里漂亮 EV4 直接一发技能 连续的combo 带走了疯女 好痛啊 这很惊人啊 但是QW和大招 一套直接带走了一个辅助 作为一个中单的大虫子来说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 刚才 KIM这分心里应该是想说 你应该不敢上来吧 一个打四个 然后就被秒了 嗯 这里话都还没说 大龙还想阴一手 但是前面人家那里是有眼的啊 大兄弟 被看见 对啊 你在这里你还不如直接去打呢 不过球闻 球闻也没什么错 对方 毕竟还有三个人 狐狸还有大招 而且你给大虫吃一波兵 他血就回了一半 嗯 是的 那从这一波打完以后 那装备 又是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那按照他刚才这个打法 你说他会出中亚还是出帽子呢 我觉得出帽子更好一点 我觉得 现在来说的话 帽子就够了 中亚防守的需求比较低 当然前提是就是 麻辣相公没有办法再像刚才前半局一样逮到他 对吧 那现在也没有在对线 也比较不容易露出那样的破绽 大虫就是 还在现场没有回家 应该是差一点钱 而且这个 反正就吃吃 吃兵兼回血很赚 看一下接下来这波该去怎么样去打 看一下主要的装备吧 狐狸之地也是终于做出了帽子 帽子鬼叔加深渊 而另外一边 AD上面的话 是一个三项加银血架反转鞋 其实现在从装备的角度上来说 WE的在主C位上的装备已经是领先了 在冰线上面上路 因为已经把它取掉了 W也没有必要对上路 但这里相关又不过来开到了 感觉这里没有机会逃生了 林家在回城的位置 选择上面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 不过这一波还好 回家以后 应该是可以更新 还是出中亚 好球稳啊 这个时候还出中亚 本来 退掉 你看他本来想出帽子 刚才被抓了以后想出中亚 他竟然又退了 又出中亚 他来回退了三次 这其实没有必要 我觉得还是出帽子的 还是出帽子 因为在正面团战里面 你这种被抓属于小概率事件 如果你在正面团战里面 明显是帽子都更大 不过这里是不是被引导了 安静闪现那招 大招对方三个人 哇 这一波太阳开的非常地漂亮 但是伤害不够充足 三人从后面传送过来 太阳直接转到了对方四个人 这一波没办法了 伤害不足了 主要是大虫子不在 刚才那一波 其实比较漂亮的是 AE传送后面的一个大招 让对方万万没有想到 哇 阿鲁卡撑住了 阿鲁卡就一滴血 撕血开盾以后 撑住了一个刀妹的追击 刚才这一波后面的传送 真的是很精髓啊 如果大虫子在的话 这一波 这一波已经赢了 这一波感觉已经赢了 但这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开团时机 也是没有办法 SVET是被对方的狐狸溢倒了 被溢倒的双刹 这一波是备过开团 STYZ很努力的输出 还差点赔上性命啊 有点苦 没办法 这种时候感觉 STYZ的这个英雄 伤害打不出来 他需要有个人爆发 让他完成收割以后 来打出持续的伤害 大虫不在啊 他们的输出点就中下两路 所以输出点没打出来 没办法 上路3N 这里是纯肉装啊 还是AE的一个风格 纯肉3N 过来 发掘机有点危险 狮子狗再一次开大 这个时候他的目标是谁呢 发现一个有女妖的 哇被沉没了 他想要跳尼甲 没有是被3N这里先控住了 先控住了 而且这里直接控制对方两个人 和风女叫出闪现 也并不能够逃出生天 看一下尼甲在后排了一个 持续的追击能力 太可怕了 老妹想要叫啥子叫不出来 哎呦喂啊 这个太可怕了 一旦那种残局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管是STYZ还是大虫子 这两个英雄在前面 真的是你跑都跑不掉 那这里阵亡三个人之后 是要破路了 肯定是要破路了 他刚才那一波是狮子狗 马拉强锅这边一个想要 企图开战的 被对方一波挡住以后反打 那个控制连环打下来 根本一招都没有出就此 W这里撤退的路线选择很漂亮 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仅仅留了一个 有女妖的赛恩挡在前面 马拉强锅显然是不想 把自己的异技能浪费在一个女妖身上 那他在这里一直在螺旋走位 寻找的机会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的控制技能实在太多了 接连的控制之后 马拉强锅终于是倒在了这个猎手的手杖 那么终于来了 第四层小龙就要入手 中路的水晶叶已经拿下 这次Kim没有得选 只能去冲大龙 只能去冲大龙 但是事实上 如果没有回家的话 这个大龙冲的也有点危险 不敢去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敢去打龙的话 那就是一个 就赌的太大了 赌的真的太大了 但他不赌 你觉得 就是不赌 现在看起来也是很辛苦 就这场也已经去了八成 其实上上 上上波团战 就是之前那一波团战 是Kim的一个获胜 对 是Kim的一个获胜 就是他们的阵容更加的适合 在对方落单的情况之下 利用狐狸和狮子狗 两个点比较灵活的特点 硬打对方 是硬抓住一个人之后 再逼对方打一个 一勺打多的团战 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但如果你这样 正面五位五团战的话 对方阵型一旦站好 再加上安妮这种 可以说这把雨哲的大招 几个大招和晕 都放得非常漂亮 而且这一场 因为跟滑板鞋搭配的关系 这个晕更是无远弗戒 就以前讲说 安妮非常依赖闪线 我现在有滑板鞋打OK的 没有闪现 也能够做长距离开赛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八爵鸡在下路 狮子狗这里感觉 又想开大招来 试探前的抓一波了 对方上路是少人的 赛恩过来 脸团好狗 但是哇 这一下是 一个赛恩下退了四个人 没办法一个赛恩过来 如果你把技能都浪败在他身上的话 那对方必然可以完成一个收割 下路的挖掘机一个人单带线 单带线已经到了下路二塔前 挖掘机一个人单带线 这个他又没有传送 对 他有大招啊 对 他有大招可以随时赶到战场地上 所以说也不是很怕 附近有洞嘛 看地图上看不太到 在大龙区里面有 试探前开大 但是这里的感叹号已经是暴露了自己 看一下接下来接波总打 宁甲直接Q起对方两个人 而后续的狮子狗才开启大招 这个时候的伤害感觉能不能打出来呢 哇 外界激进场 这个控制链太爆炸了 就感觉 宁甲的金身 按了出来 这边没有被击杀 叫了一个闪身 躲过狐狸 想在他解除金身的刹那 将他的刺杀 但是还是躲不过狐狸 后续的追击 这一波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在于 STY阵亡的太快了 对 因为那个范围很窄 其实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跳 跳不到哪去 这一波其实控制链 无论是Ninja还是Split 这两个点的控制 都是把对方的几个点 是牢牢地控制在天空之上 但是在STY阵亡之后 你发现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什么输出了 真的是没有什么输出了 持续性的输出实在太少 两个carry点位缺一不可 因为他们两个配合在一起 是非常爆炸的LOE输出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 对 他是互补的 对 他是互补的 对 很难打死 这一波我觉得 还是要看一下精彩回放 这一波团战打的 还比较精彩 这里又是King战队 找到了一波机会 成功打了一波 算是货 算是赢了的团战 算赢吧 算赢 在烈士的状况下 然后把对方给击退了 对 算赢 看似WE这边的中单 我们看一下 狮子狗过去 开 开到了雨哲 雨哲这里身上 还留了一个晕 应该还留了一个晕 被风景吹起来之后 看一下他大招怎么放的 放到了SKY和乐意 在乐意这里 开里大招把他方吹走 对 SKY这个时候 是跑到了人群当中 打得太深了 被对方瞬间集火 对 这边被集火秒杀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大虫子那里 被狐狸所纠缠 这个就是小技能 和大技能的差别 可以说 大虫子每一个技能 都很有质量 但他的技能CD 相当于狐狸来说 还是太久 在这种残局上面 如果仅剩狐狸 和大虫子 两个英雄的话 那肯定是狐狸会赢 无论是风筝能力 还是他的一个 小技能的CD 都会领先对方 所以现在看来的话 大虫子就是相对 较为笨重 主要还是 SKY刚才那一下 被 就打进去 他原本是觉得 已经在收割局面了 所以他才能这样打进去 结果判断上面 稍微有点误畅 对 伤害不能够那么足了 对 刚刚还可以看到 在开战的一瞬间 Tim这里是 大部分人的残血 但是这也是 由于WE陣容的一个特性 他的爆发很充足 OE爆发 但是后续的伤害 是需要靠 线性的伤害 来打出来的 看到安妮身上 怎么会买了两个 一样的道具 这是和狂图的那个 和狂图的那个小剑 已经要出狂图了 这个安妮完全是打算 等一下就让 复兽之矛 把他砸到 对方正中央 再多做一个控制 你觉得这个小剑 相比还比较高 因为现在狂图比较便宜 2500块 大腰带加上两个 这个叫什么 我也忘了 名字想不起 嗯 那这里阿鲁卡开始跳舞 对方确实是看到阿鲁卡 就不想打 整个场面上来讲的话 他是对方最不想碰到的一个 对一个纯肉的赛恩 他比纯肉萌多好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在于 他的发育期没那么长 就他在中期团战是有点作用的 而且他给的控制也比较多 对他的控制有硬控啊 萌多只有一个小萌飞刀 这里施子狗再一次开大 看一下发现对方几人 都只蹲在这边的草丛 已经发现了 施子狗开 这边是AE开大 但是他的大招一直在开车 开车开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也开得太精准了吧 对啊 这个开车开得太漂亮 但是斯佩特在前排 直接被脚神秒杀 脚神还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进行持续的输出 天哪 这怎么办 又上脚无心的输出位置也很精彩 反身这里把宇哲丢了出去 但是被大虫子一口 狐狸这里直接被大虫子 配合着复仇之矛直接秒杀 而另外一边 跑不掉 哎呀剩下最后一个赛恩 也没有办法顶住这一波攻势 赛恩这里 虽然说复活起的赛恩就是爸爸 但是他复活起来以后 却找不到一个 能够让他击杀到了点 因为他在开启了阵亡后的技能的 那一秒的加速 对方已经早已离他远去 这一波团战可以说是 King战队的一波漂亮的翻盘 真的是漂亮的翻盘 不过也是侧面的暴露出了W阵容的一个劣势 必须要跟对方做非常正面的一个对打 好像刚才那样 被对方取了两个特律位 都在非常精彩的角度 对他们说输出的时候 他们完全摸不到对方 好这边 Spirit是进场有机会 马尔强过这里 他是把五星的能量 用作了一个Q 并没有用W Spirit也抢不到 但是这一波的话 那大龙还是会落入King的手中 但刚才不得不说是相关有一个小的失误 他五星的残暴值 如果用来W的话 这一波 应该就不会被杀 对不会被杀 但是 就W是打了整场的好局 在现在呢 开始有一点点的劣势了 有一点劣势了 现在真的有点劣势了 在对方拿了大龙MUFF之后 现在这个劣势已经是比较明显 大龙被打掉下一个小龙也很难控制 而且是W的第五条小龙 现在Spirit是已经阵亡了 安妮也带人过来 太危险了 太拼了 宇哲这一下为了要插眼 哇熊熊晕到了 还可以 这边已经能逃脱吗 飞机 飞机 一个飞弹 拿不到 再补一个飞弹吧 安妮给击杀掉了 也就立场进场 但是被狐狸反射一个一层直接控住 不过还好 自己身上有一个水银鞋 并没有控制太多的时间 这一条小龙W是想要的 第五条小龙 绝对是他们的一个翻盘点 King很难做追击 因为有大众的威胁 又是Split 又是Split 这个时候要等待Split拯救全世界了 Split来得及吗 没有大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翻盘点 但是 没有办法 这里的小龙是被King战队 在38分钟的时候 拿到了第一条小龙 这个时候百分比的ADAP伤害 对于King这边的阵容 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也是被蓝虎舞龙 这个第五条龙被蓝虎 W1是很难受的 这边 士气上面来讲会受挫 这个龙真的是很尴尬 那W1现在其实 并不是说完全就输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包括他们现在的局势 是有翻盘点的 所以说现在W1就是慢慢守 把对方的大龙buff拖过去 乃至于拖到下一条小龙 在争夺第五条小龙的时候 再和对方做输赢 然后等一下等一下两个关键点位的闪现 包括打野跟辅助 这两个位置能够硬开对方 开在一个自己想要的地方 想要的时间点 这两个点的闪现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的 现在大冲在团战里面一定要小心 因为你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前排来打 虽然说你是一个比较肉的AP 你有3000的血量 但是你没有抗击 你主要是没有抗击 他这里没有出什么 没有出什么这个双矿装 只有一个深渊 深渊和中亚 算是稍微的补充了一点 这一点的补充 其实对于现在的大后期来说 他这一点护甲在对方的 carryway眼中是不存在的 对真的是不存在的 不过他的AP已经上到600 这时候他的输出是蛮够力 对输出非常的给力 STYC的一个 我觉得刚才两次都看到 他在打团的时候 那个前跳稍微有点危险 有点太拼了 这个时候开了一个加速球 开了一个加速球逃跑 开了一个加速球 是有点惧怕 麻辣香锅在刚才那个位置 再次用大招来强行开团 那个位置确实有点危险 如果被对方 麻辣香锅硬开的时候 是会被前后褒夹 这个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这里狮子狗好像是开起了大招 但是对方早已龟缩在二塔附近 确实是有算到 对方要开大的时间点 还提前了一些 还不错 但这边二塔肯定没有必要守了 没有必要守 因为人都不急 这边推到了中二塔以后 现在开始推上二 上二我觉得WE是要守的 因为刚才不守的原因是人不在 SPIRIT你的位置 没关系他有一 他有一 他有一问题不大 他他被轻下来 就危险 这场比赛 进行了四十分钟 终于来到白热化的阶段 双方随时都有 哪一方都有可能取得胜利 现在还真的不好说 这里是打断了对方五人的回程 大龙buff 应该是已经消失了 在没有大龙buff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打一波 这个上大龙buff是假的吧 假的吧 假的假的假的 就大龙buff已经消失了 在大龙buff已经消失的情况之下 现在WE不太惧怕 和对方做正面的团战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后排 对方一个刀妹 对于自己这边的后排 飞鞋还是非常的大的 不管是滑板鞋还是大虫子 都非常惧怕这个刀妹 两个人都不能被他贴到 有点严苛啊 对 真的是不能被他贴到 这里其实如果打正面团战的话 安妮的群晕 大虫子的群晕 然后SPIRIT的群晕 这里的控制非常的足 但这些控制 都是一个AOE控制 如果是AOE 你要让对方五人站到一起 你这个团战可以说 一瞬间就能够打完 但是对方恰巧又是 什么狮子狗啊 刀妹狐狸 飞机 对吧 就首先这四个点 都是可以各自为战的 他们各自为战的能力 都要比较强一点 而另外一边 还有一个疯女 实在不行了 疯女开一个大招来进行保护 到底能不能够逮到 那个团控的效果 到底 W能不能够得手 安妮这里狂徒已经出了 他出这个狂徒的作用 我觉得 真出了 对他肯定要出狂徒 就他出狂徒的作用 我觉得更多的是 他想在团战里面 能够打出更多的控制 就活更久 更多控 因为他在后期 你看他这里还有个加速球 他的减CD其实已经有了 在有减CD的情况之下 他在后期的团战里面 需要接连不断的 打出这种小的控制 来帮助自己 这里需要保护的后排英雄 因为现在完成击杀 跟控制这个东西 是无所谓的 他们最需要的还是 保住Carry 保不住的话 我刚才已经看到多次 来了 这就是第五条小龙 W1 50秒的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时候 实际上把小龙去的视野不好 然后把中路的兵线 一直控制 控制在中和以外 这样的话 在这条小龙处 就可以和对方做输赢了 在小的地形 他们的阵容 更有发挥的空间 但是马拉香果 再一次开启大招 不过已然被对方所察觉 W1 在吃了这么多个大招之后 现在越躲越远 已经马拉香果 已经两次没有办法利用大招 开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团战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马拉香果的 大招CD很短 在小龙刷新之前 他的大招应该是可以刷新的 没什么问题 不过 现在视野上面是 W1略略的领先 这边要趁对方没看到的时候 先让安妮再回家一趟补上眼睛 对 这边肯定要回家补眼 而上路的话 飞机也是在收兵 这边都在等待着 一分钟以后的小龙降临 一分钟以后小龙降临的时间 就可能是本场比赛一个胜副手 因为这套小龙对于Kin来说 是绝对不可能放 对于WE来说 我们必须要这套小龙 关键中的关键 如果拿这套小龙的话 WE就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扫掉了一波的眼睛 虽然提前不演 但是Kin这个时候也钻控进来 把视野给抢回来 嗯 花板先回家以后做出了水焰半道 这个时候已经是全部的神装了 而另外一边飞机也是 已经赶到了战场之上 这一波团战感觉大战一出几发 马拉香果再一次开启大招 看到探奥之后 WZ直接往后撤 这波团战Ninja的位置不是很好 但是这里一个大招 直接开到一个风女 我们看一下这波团战 目前状况还是比较混乱的 宇宙的血量还比较多 但是SK的状态太好了 SYZ被套了一个虚弱 这边直接被秒杀 完了 完了完了 Ninja刚才往前闪现的 想要抓对方后排 Carry的一瞬间 被对方给闪开 这个已经完了 SYZ只要一倒 这波团战WZ就没得赢 因为他们非常依赖SYZ 现在团战里面的输出 这边仅剩一个复活前的AE 我们看到KIN战队 以无一人阵亡的表现 是获得了这波团战的0换5 同时也宣告着 他们即将夺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你看眼睛都已经随便下了 因为这个复活时间实在过长 WZ选择直接投降 把胜利让给了KIN战队 我们攻击KIN WZ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